林吉祥和那届的辩论会宣告留局 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昨天宣布 他决定退出前首相那届邀请的辩论会 林吉祥说他担心辩论会引发 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 为了避免陷入一场种族辩论 有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他决定不参加辩论 早前林吉祥答应辩论后 邀请民众针对这一场辩论提出看法和意见 结果他在过去48小时 收到来自网民排商倒海的电邮 WhatsApp和拨电等 其中包括了海外的马来西亚人 但他们当中有99%要求他不要和那届辩论 一名无意学者认为 那届没有什么输不起 要求和林吉祥辩论对他百利无一害 他已经无处可去 辩论会将让他获得多数无意的支持 辩论中只有两人 不管论点是什么 那届都会在政治上获胜 他也可能会变成一场种族辩论 这是陷阱 另一名无意播客认为 问题是为什么那届会突然挑战林吉祥辩论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林吉祥是华人 而且是来自民主行动党 就是这样而已 意味着那届会利用和林吉祥的辩论 来挑起种族情绪 所以他挑战林吉祥辩论 林吉祥说 他知道退出辩论的决定将会招来冷嘲热讽 笑他施诺夫 但他认为 马来西亚人民可以从他在政治上的53年 来判断他究竟是否施诺夫 他也随时愿意接受马来西亚人民的裁决 然而 有一件意义更崇高的事 是他不会妥协的 那就是国家和马来西亚人民更重要的利益 就在林吉祥宣布退出辩论后 前首相当季开始嘲讽林吉祥再次说自话 他也于林吉祥长篇大论 只是为了退出辩论